Smash模式 也就是我們的粉碎模式 它的刃是由上往下壓的 哈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神 今天要來介紹的這顆陀螺 一樣來自神世代 就是我們的 這顆 B103雙擊女神3HUL 這顆陀螺也有另外一個藝名叫做 雙子天伐 台灣的正確藝名我今天是叫雙子天伐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雙擊女神這個名字 那我們就照慣例相看一下包裝的部分 上半部分是神能力說明 並且正是它的使用者 諾曼塔巴 算是一開始會以為他是那種雜魚角色 可是到後期居然還有出現蠻重要的角色 好那我們包裝看完了我們就飛到不托托 直接把它給打開 實體就是長這個樣子 個人感覺是蠻帥的 一整個就是灰色的設計 那我們就先稍微把它給拆解一下 先從軸心開始介紹 剛才我在包裝上面不是寫說是UL軸嗎 那這裡怎麼會變成J軸呢 因為這顆陀螺非常的特別 它在動畫中的正確配置是J軸才對 並不是這顆UL軸 如果各位對UL軸想要了解的話 我之後會在這顆詳級戰神裡面再詳細講 這一軸算是蠻早期的一顆軸心 底部的話是星型的設計 不過它的星型非常的小 所以它跑起來的速度並沒有說到非常的快 鋼鐵輪胎三鐵 基本上就是兩枚主要攻擊刃 以及四枚小的輔助刃 中間算是有鏤空的設計 H環 單點攻擊 基本上這個環非常適合用在一鐵或者是一DASH鐵身上 可以加強那兩個偏重心的鐵 雙擊女神 這一整個就是完全採用一個透明灰 再加上透明黑的設計 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有出一個扭蛋版本是紫色的 那顆也蠻不錯看的 好那我們外觀稍微看了一下之後 我們就來講解它的神能力 目前這個型態呢 上下都有金色的塗料跑出來 就是我們的SMASH模式 也就是我們的粉碎模式 它的刃呢 是下壓型的 基本上它在旋轉時 它的刃是由上往下壓的 這個模式下攻擊力也算是蠻可怕的 我們現在就來把它給切換模式 翻到背面 兩個扣子往內推 那這一片有貼紙的 就往下轉 聽到卡一聲就是切換完成 背面再扣回去 這樣子就變成我們的Upper模式 也就是上勾模式 現在在轉的時候呢 變成是這樣 由下往上打的模式 就有點類似於神槍的攻擊概念 這裡是一整個斜坡 然後在轉時 會用慘的把對手給慘上來的感覺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的 雙擊女神的能力切換的方法以及介紹 斜格的部分還OK 不會說到太鬆 好那我們都講完了 我們就把它給組裝起來聽一下解度 轉起來蠻緊的 好那我們準備進入對戰時間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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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我還要把他撥開 我要把他撥開 我會把他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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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它撥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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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 那我们已经把这颗双击女神稍微做个简单的实测 这颗的上升跟下压模式切换其实真的是蛮有用的 在你对付不同种类型的陀螺石都可以发挥不一样的效果 它的上级模式我个人觉得真的有用的 就有点类似于小型神枪的概念 那粉碎模式的用途呢 我个人觉得在当时是可以拿来打鸟用的 因为神鸟的盘面基本上都是往下的 所以你在下压时会非常容易压到它 所以算是蛮好用的一个设计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双击女神实测 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给他副频道 那点个订阅 按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那如果想看我将写哪一颗图的话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是白神 各位小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